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无视练功者的身体健康 甚至不惜练功者的生命 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曾几何时 李洪志炮制了一个法轮 四处散布他的歪理邪说 不仅如此 他还到处给人发工治病 并编造了一套治病的法系 一个是嘴说好了 这一种 抓鬼 喷火 抓腹体 给你腹体给你清出去了 再一个是拍打 抱起了轮 再一个叫你跺脚 他这个隔手的一搂 哎 完了 你配合他 你好比摟你左腿的时候 你左腿抬下来 他手下去的时候 往你使劲做这个左脚 那么这些曾领受过 李洪志那套治病法系的人 目前的情况又如何呢 这位老人的丈夫 在患病期间 曾找到李洪志 接受过所谓的治疗 但不久就发生了悲剧 就隔年二次住院 住院后人跟老头上公园溜达去 碰到他们说是有这个人 说能调 完了让他给调调 在李洪志他本人去的是吧 完了他说了找他 他给调调 他怎么调的还记不记得了 调的就隔手搂了 咋调就那么调 说什么了没有 啥还没说 调完了他说好了还是 他调完了他就说好了 没病了 但是经李洪志这么一调 结果又怎么样呢 调完了说好了 好了也没好 也死了 多长时间以后去世的 调完以后 又活了六七个月吧 六七个月 完了还是死了一遍 尽管李洪志那套治病的把戏 在很多人身上都没有见效 但是李洪志的胆子却越来越大 朱桂来老人 曾经照顾过李洪志的家人 老人生病后 按道理李洪志 应该对他格外关照 我这边他说 那个不能吃药 不能打针 咱那以后呢 就不吃药不打针了 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什么东西都看不清 五月我失业以后 那个李洪志和他爱人 到我家来过 李洪志来了之后 当时我曾经问过他说 你母亲的病能不能好 眼睛能不能看见东西 然后他说没问题的 挺多是什么 三个月吧 不超过三个月眼睛 当时我们俩在场 把我们俩激动好认了 现在老师说的话 肯定是已经到面对面的说的 肯定是错不了了 但后来过了三个月之后 并没有好 眼睛还是看不见 在李洪志的关照下 朱桂兰老人至今都双目失明 瘫痪在床 看来李洪志这套致病的把戏 在谁的身上都敢耍 后来他不仅在国内到处耍 而且还耍到了国外 陈清泉祖籍福建 是美国福建商会的会长 1998年经人介绍 认识了李洪志 去年大概是四月底 第一次见面 那个跟李洪志 就在我们休登的房间里面 房间里面呢 跟他们见面我们的亲爱之话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介绍说 我这个病是这样 问他 他举很多例子出来 他做了很多病好的 什么这样的事情 我说我这个糖尿病 可能什么比较八华 他说哎 你不要怕 我的保证你 但是他说我保证你 你按照我的 参加我这个法人工组织 他做他的弟子 他用这个法人工的大话 为我治这个病 他说三个有保证你才能谈到病 存好 他还是让我那个赞助 赞助他没有说赞助多少 但是我就给他一万美金 然后呢 他当场的 我朋友也在 他我就也在看见 就给我花工 花工啊 他他就把花工做什么 这样的叫花工嘛 花工 他说花工的时候 你眼睛要闭起来啊 结果后来呢 我们就按照他给我们的录像带 书 还有他交给我的 这个法人工 我们每天早餐 四点半就起来 去念工啊 那个他给我说 他说 他念他的这个法人工呢 说你不能吃药 啊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胰岛书啊 这个我天天要打这个胰岛书针啊 他跟他一说的就停掉了 念了三个月以后呢 哇 我实在是止不住了 那天我就去查 查了一下 哇 小糖爬到 三百多四百 原来我还没念的 没有念的才两百多小糖 到后来 爬到快四百 快四百就 就要很严重了 我的气就很不顺 我就跟儿子跑过去 叫我去找他 我就跟他理论吧 我说 哎 你这样有点不行啊 我说 你这样的好像有点江湖上 那样那样 骗子一样 他就很成绩啊 你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不能乱说啊 他说 可能是你自己没有虔诚 没有按照他去做的军动 威胁我的说 你不能到处说啊 破坏啊 神啊 他会带给我 存家灾难 会惩罚你 没多久我们春节啊 我们就回来 回来过春节 过春节 我这个儿子也跟我 回来过春节 我还去审理议员里面 住了一个都有 这个调节下来啊 这次中国政府啊 对这个取缔 这个李洪志 这个法轮功的组织 是非常必要的 一定要要这样做了 正是由于中国政府 及时取缔了法轮功组织 才使很多法轮功的练习者 及时醒悟 从而避免了更多的人 走上法轮功这条绝路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由于他们在法轮功这条路上 走得太远 时至今日还保常着 练法轮功的苦果 张秀兰 1995年患上了肾炎 通过治疗病情 很快得到了控制 可是 在1996年8月 他出院不久 在朋友的介绍下 开始练起了法轮功 并从此拒绝吃药 和进行任何形式的治疗 他跟我讲的话 这个呢 由李洪志保护他 因为李洪志呢 有法身在后面保护他 不会生病的 病人说他讲呢 这个不是病 是老师给他消业 庄秀兰坚信他的师父 李洪志能治好他的病 但是却没有想到 病情不但没有好转 却在不断的恶化 1999年6月29日 他被家人强行送进医院 医生诊断为重型尿毒症 就在庄秀兰病危期间 他听到了取缔法轮功的消息 清除了法轮功的内幕 这时以重病在身的庄秀兰 才悔恨不已 练了三年法轮功的庄秀兰 目前只能依靠血液透析 来维持生命 丈夫和女儿看着重病的庄秀兰 欲哭无泪 而提到法轮功 他们更是深恶痛绝 现在成这样子 我对法轮功这个 李洪志传的这个 搞这个迷信活动 我恨对了 就害了好多人 法轮功这个东西 在社会上影响那么快 如果不是党和政府 及时取缔 会有更多的人受害 目前 庄秀兰的病 正在积极的治疗之中 和庄秀兰一样 正在吞噬着法轮功 这颗苦果的人 还有很多 李真友 本是一个身体强壮的小伙子 两年前 他开始练起了法轮功 1999年4月 李真友受粮后 开始腹泻 他认为 这是李洪志所说的消夜 清理身体 拒不吃药 半个月后 病情加重 体重从100多斤 降到了60多斤 后来 李真友多次昏厥 家人只能将他 抢行送到了医院 李真友的命是保住了 但是法轮功 留在他心灵上的阴影 永远都不会离去 这个病人叫李淑贤 在练法轮功之前 是一个健康快乐的女孩 过去你女儿是什么样 我女儿过去 就跟我的体格是这么好的 那后来 怎么造成这样的呢 通过练法轮功 他有病完了 不吃药 不打着练法轮功 造成这样的事 那你们劝我什么 劝我 劝我他也不听 病人李淑贤 为了修炼法轮功 每天只吃水果和冰棍 家人怎样劝阻都不听 结果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 并且经常出现昏迷 1999年7月7日 再次昏迷的李淑贤 被家人强行送往医院 经过医护人员的多次抢救 李淑贤的病情才稍有好转 但仍需进一步治疗 才有可能恢复健康 张玉琴从1998年开始练起了法轮功 1999年7月的一天 他睡不着觉便起身练功 但是在练功时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当时班的时候怎么想 不如我有的人都这么说 求求老师 我也求了 我说吕老师你帮帮我 我就是腿排不上去 我其实求老师能不叫我板上去 头一回 巴也没板上去 腿疼 但是二回 我和二回还能板 我就死去硬板 那这就是密度一窍了 非板上不合 没成想 这腿刚板上去 那只脚还没等上来 这咯咯咯一声就死了 我老爸说去上医院看看 我说再等一等 我还抱着那种幻想心 老师能给我接受 我来实际上也疼痛来 眼睛也窃不来 在家人的坚持下 他终于去了医院 由此保住了自己的右腿 这个骨折来说 应该是造成远主的时长 而且大面的血管神经的时长 不来的话 可能造成终身三位 我这后悔药 如果有卖后悔药 我都能买 我这是后悔透了 我要是还相信李洪志 等他来自 我这后悔不敢设想 可以 这一生我就站不起来了 实际得看过了 王秀英原来患有高血压 一直靠吃药控制 但是自从96年 练起了法轮功 就开始不再吃药了 练功的时候 他就啥药也不用了 他说阿嬷不用吃药 就是师父给消夜 就是咋说也不行 我说秀英啊 你练这个没有用 我这一辈子啥都不信 咱就信好就行 也别坏人 别恨人 他说你说那不对 阿嬷炼成了能上宇宙 我就跟他辩不过 我说你那个师父李洪志 他都没上宇宙 你能上宇宙 咋说也不行 王秀英不仅相信 炼法轮功能上宇宙 而且更相信 法轮功能治好他的病 结果高血压症 越来越严重 1997年5月 突发脑浴血 住进了医院 最后命是保住了 但是却失去了 行走和说话的能力 我现在我就恨这个李洪志 这本人恨恨恨的 咱说死的 家庭造的 咱们的家庭 就咱完了 我就恨 我说我得不到李洪志 没李洪志 我好好问问 这些曾痴迷于法轮功的人们 在李洪志那套歪理携收的蛊惑下 将自己的生老病死 完全交给了李洪志 他们相信 练法轮功的人 练得不好成人 练好了能成神 但是一些人练了法轮功以后 却成了屈死的冤魂 张震东是一名退休工人 1997年6月 老人开始练习法轮功 他深信 有病不用打针吃药的谎言 发烧也不愿意上医院 结果一个小病 就拖了一个多月 98年5月11号 这老头有一体 忽然间就发烧 哎呀烧的呢 烧的嘴呀 大泡啊 后来我就说 我说那啥玩意 看看去吧 他不看 说了还不就看 就瞪眼 你这个院工人 你白练了 就审得我 我是是病吗 我是消业 张震东的工友们 不仅不鼓励老人 去医院看病 反而督促老人 带病练功 说这是消业的好机会 一天比一天厉害 主主烧一个月 后来我看到 半月以后了 我看时间不行了 后来就上了 他们小法小组 我就去跟他们说去了 我说你们劝劝他吧 我这叫他那啥玩意 动动上医院吧 检查检查病吧 人家说啥玩意 没事张师傅 你是消业 你不用害怕 人家说你开发 那个能上压功点 就练功 你能那个 到小法教授学习 就到小法教授学习 你要实在 你啥玩意 不看好玩意 能起来打错 你就打错 经过这样一番折腾 张师傅高烧 一个多月不退 病情越来越重 那以后实际上就发黄了 这脸都黄 哥哥我都黄啊 后来到一个月了 烧的都不行 实在实在不行了 烧的 你都不得了了烧的 你可没看见那样了 心当都不行了 后来哥哥同意我就劝他 我说你缺了针 你死就死个名 针你或者要管你 行 这么多人都不管你 你都不是啥病 你死啊 我说行啊 在这种情况下 张师傅才同意到医院看病 经检查发现 持续一个多月的高烧 引起了严重病变 并危及生命 这时候 张师傅才开始后悔自己 没有早来看病 后来哥哥说大夫 你给我打好药 没钱我想把借钱 哥就同意了 害怕死了 后悔了 后来大夫教授 我回来 说治不了了 手术都危险 下来下不来手术台 但是嘎开下不来手术台 就整个让他治疑完了 所以你们家咋这样 法轮功不仅没有治好张师傅的病 反而使他的病情越来越重 最终走上了绝路 墙上那个院 这就是李洪志的大照片 我就把这院到那儿 完了吧 老头头死 那啥反正 那个三天 完了 要求就告 就说了 就不 心里就得后悔了 我就说的 他也不管我呀 我还跟个儿个床躺 呼起来了 就得得搜搜 就好的院去了 和有好的橡皮儿去了 和老公刚才手去得搜 老公说 爸 我给你死去吧 我老公就给死去了 死去完老公就给 尝尝给扔了 谁都知道死的缘 不应该死 那身体渴望了 家住北京市虎方路的 周元慧和老伴张赫如 本来有一个三世同堂 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是1998年1月 张赫如过生日时 拍摄的照片 可是几天前 记者来到周元慧家中时 看到凌乱不堪的房间里 透着一种气凉 原来今年6月 老伴因为迷信法轮功 有病不治 已经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这种脑吃不下饭 你犯恶心 这时间就长了 这差不多得有一年了 那你有没有时候 劝他到医院去看看 劝过 劝过 去年的白夜这时候 两天两夜不吃不喝吐 劝都不去 真的也不去 不去 老师给休业呢 张赫如原来患有肠梗组 他从1996年开始 练习法轮功后 就没有再上医院检查过 即使感到身体不舒服 也不当成回事 认为是在宵夜 不愿意看病吃药 结果到了1998年6月 他的疼痛一天天加剧 在家人的好说歹说下 他才到了医院 一检查 肠癌已经到了晚期 早不来 那孩子已经到中晚期 已经扩散了 死都扩散了 打肚子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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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口还高 今年6月 张赫如老人带着遗憾 永远地离开了 他挂念的老伴和儿子 本来准备好好享受 晚年生活的周园会老人 只能面对一个 支离破碎的家庭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生活 一想到老伴 他就禁不住泪流满面 42年呢 42年半 42年半 三个儿一年 都不容易在一块 好到现在 不容易 他好到老来 老到没结果 我今天还要 套成多玩意 去年 两个儿 他就放了 心里累了 42年 共同生活 酿造的感情 就这样被李洪志的黑手 无情地撕裂了 不知老人该怎样 面对今后的生活 但是 在受到法轮功 伤害的家庭中 老年丧妻的人 不只是周园会老人一个 孙颖光老人的妻子 赵玉秀身患高血压 自从练了法轮功 就开始拒绝治疗 不幸的是 在一次练功时 他倒在了地上 如果说 像以前那样 没有疗法能够 以前有病 又不舒服 去检查去 去看一看 吃的药 情况就好多了 是吧 也不至于 就这样来送病了 像这种病人 他要是坚持规律地吃药 定期地来调整 靠短门诊复查来 测血压来调整 他的药物的话 这血压控制应该很理想的一个水平 这样呢 他就很少出现意外情况 我都看清楚了吗 你一大发也救不了他 病了 是不是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就是老来相伴而当一个个老人送走自己的老伴儿时实际上就是送走了自己生命中最后的依靠 白发人送白发人 这是法轮功制造的人生悲剧 而发生在北京的另一幕悲剧又让记者感受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黄霖曾患有精神心理障碍在药物的治疗下得到了控制 由于迷恋上了法轮功从此拒绝治疗 黎霖一样的去 他在供了 好像都没了一样 后来说 就冰更重了 就打了就 就不行了 他说 我喂他的药也不吃 我喂他的饭也不吃 我说给他送医院 他也不吃 不吃 他说我都在家 我要消炎 我要国关 我就是请他吃 又是就都下馈 都给他下个馈 把油给他准备好 放在里面 你吃油啊 你有病 你不吃油不行了 你绝对不行了 什么的你都吃不了 你不吃油是绝对不行的 要死的 要病死 我死 可死的 他都不吃 他都在过关 不听你这个 他好像我讲的话 好像是 好像我这个 这个 就变成魔鬼是这样 他那个李恒志 他那个李老师 那是他的 就是 你看 最后的 好 他就不自由 不打针 不 不吃饭 不喝血 什么都不来 就躺在里面 这个活活的 病死 我死 哭死 哭得要是 我眼泪都哭干了 都现在都 这没办法 我实在是 对妈妈特别好 我对他说实在是 我自己的亲闺女 是我身上的 人肉 你说我哪 不心疼 他也知道 人家闺女 对妈妈 是特别好 我的闺女 对妈妈 那是特别特别好 我都行不去 来那 母亲送别女儿 丈夫送别妻子 据了解 这样的人间悲剧 在全国 共发生了 一千四百多起 而这一千四百多起 人间悲剧 并不是某个个人的悲剧 而是整个家庭的悲剧 吴子明曾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自己开着大货车 跑长途运输 妻子孙燕玲开办了一家家庭幼儿园 孩子们都已上学 夫妻俩月收入上千元 一家人和和美美 村里的人都很羡慕 但是自从他妻子孙燕玲 九七年开始练成法轮功后 吴子明家里就开始变了样 迷生了法轮功的孙燕玲 话越来越少 一九九九年四月 孙燕玲患病吐血 他一次都不去医院看病 认为自己吐的血 正是法轮功治病的效果 是去病除晦 我吐了两次血 吐了两次血 他跟我老龄 他喊我喊老太子 他说那老太子 我病出来了 我病练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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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练走了 不回去了 一直到那个房子 得到不清楚 严育性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他让我们有事 隐身性练法轮功就能治病 孙燕玲失去了最好的治疗时机 最后丢下家人而去 在法轮功这条路上 不知有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少年 永远失去了母亲的疼爱 在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家属中 孩子是最让人同情的 这个女孩正处在一个 非常需要母亲帮助的年纪 可她的母亲 却永远地离开了她 她本来还只是咳嗽 现在 后来 大后来的人 就变得非常瘦 非常瘦 是她让我妈迷恋到 她那套歪理学说当中 有了病不需要 不去看病 胡维娜的母亲 丁朝地的病情越来越重 但是她仍然不听家人的劝说 认为这是在宵夜 李洪志会保护她 但最终她也没有求到 李洪志的保护 在1999年1月 永远地离开了 正需要她的女儿 我妈妈以前最后非常好 她用法律公司以后 每天晚上 不是看不像就是 就是清雾一代 很少管我的学习 很少检查我的职业 法轮功害得我们一家 一家三个人 本来好像有三个人 现在 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爸爸 弄得我们家 家都不像家了 她把人过去 我脑子躲去了她的生命 死了这么年轻 就失去了她的家里 一孩子 死了我的外甥女 失去了她妈妈 我们没有了这样 这么好的姐姐 我的母亲 白发人 疏 白发人 在里面 在里面流眼 在里面 在里面的上去 大夫 痛恨李洪志 痛恨法轮功 这几乎是每一个受害者家属 共同的心声 而最痛恨李洪志的 恐怕是曾经在法轮功组织中 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人 法轮功安徽辅导站站长江维民 在上任十个月后 在练习法轮功时 就突发脑溢穴 那天比较冷 对高血压的人来讲是不太好 我这个人就是说他了 我说他 天呗 你就别去了 他说他 断练嘛 还是去吧 这感觉下去了 当时下去以后 就没下来了 第二天早证 我听讲了 因为晚上他夜里 第二天早上听讲以后 我就打电话 打公共电话 听打的电话 给王志文 王志文 因为李洪志离开合肥以后 我们和李洪志联系不上 都和王志文联系 王志文是 是研究会的 北京研究会的 都和他联系 我就讲这个事 我说我们这个站长 这个练功会的路上以后 他就是得脑衣血 现在在急救 在抢救当中 我问你赶快找李洪志 赶快给他救一下 如果这个要说来问题的话 那你法律 在安徽省的影响 是非常不好的 第一次王志文讲 我叫他给李洪志讲 他想同意 找李洪志联系这个事 第二次我问他 我说怎么样 他讲 人怎么样 人还在昏迷当中 他也没讲别的 第三次我又讲 我说还很危险 最后这人就不造了 不造了 他也没讲别的 他讲不造了 李洪志并没有救得了 这位在传功受法中 尽心尽力的站长 江维民最后 还是离开了人世 如果江维民这个事 证实李洪志 他所讲的 什么法身保护 什么能治病 都是骗人的 根本就不存在 那个办法 都救不了 因为他如果 这么本事的话 他是会来救的 就是说好显示他的能耐啊 所以我就信任 普通百姓 更不懂去练他这个功了 政策方法很多 我干嘛非要练他这个功呢 他有本事 把我老头救过来 让大家看看 让我们大家不信 所以我就信任 就是说练功的人 不要再相当受骗 当我们看到受害者家属 一张张悲愤的面孔 听着受害者家属 一声声泄泪的控诉时 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 是如何害人夺命 危害社会的 更是我们看清了法轮功这个邪教组织的真实面目 而令人发指的是 法轮功不仅残害了练功者的身体 为了控制练功者 还摧残了练功者的精神 在法轮功的练习者中 有的人就在练功过程中精神失常 这里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条水渠 1997年4月的一天 法轮功练习者曹玉珍在这里投取自尽 尽管曹玉珍反复强调自己 不会出事 然而让她丈夫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 后来就顿着就哭又哭又闹了 后来我就把她驾到五了 我说你怎么来与人是吧 啊这个地球要灰灭 这个李洪志派我下来这个担救人类来了 后来我就把她驾到五了起来 驾到五了起来以后 后来那妈应该不是住的是杂业啊 邻居们都过来了 过来了以后就问是怎么回事 我说开始练功啊练法轮功练出来骗了 还插与回首给我个嘴巴的 那不是给我个嘴巴的 谁说我练骗了 我没练骗练功练功不出骗 临死前曹玉珍给丈夫留下了一封遗书 抛下了八岁的儿子独自一人走了 我写的是李洪志 什么李洪志什么这个这个王八蛋什么这样 我什么睡不了脚我受不了了 闹了以后呢妈我对不起你 是吧他叫我死了 就名叫喝狗的就什么意思 我就从这约简龄这个地方上了这个区 顺着去往北走 走到药厂后面那还没有 我就往回反 往回反 往回反 反正那妈老爷反到这个 走到这个这个玉华路在敲这儿呢 从玉华路敲这儿呢 我听一下愁客眼吧 是吧 我听一下愁客眼 死者已去留给生者的是不尽的痛苦 大人的痛苦还可以寻求解脱 那么孩子的痛苦又有谁能懂呢 1999年7月的一天 重庆市个体户龙刚抱着自己的儿子口中念念有词 纵身跳下了这座双石桥 龙刚的家人和邻居赶紧下水救人 龙刚的儿子被及时救出并脱离了危险 龙刚的尸体三天后才找到 龙刚的妻子回忆起当初的情景至今都悲愤不已 我心都黑的我一直没得化喊的 最后我都想出了 想出了一句话 救命啊救命啊 这时候他念了法轮功那个病化了 那两三天他就不振伤了是吧 他不是哪个想到去跳火啊 一天想到就是想到那样先那样先 一天都是比较比较 我在空中我在我在选中做 我在空中回他都去念那期化去了 我等我心目中了 我肯定是恨了法轮功的是吧 我不打狠 我非常狠 我一看到我都想到那法轮功是个孩子 龙刚练习法轮功本想强健身体 兴旺佳业 没成想不仅害了自己还差点害了孩子 但最惨不忍睹的是 山西还发生了两名法轮功练习者 点火自焚的事情 我们把尸体这个通过发言啊 高时间的时候把两具尸体挪开 看见这个两具尸体结束的部位 还有一部分没有扫坏的这个衣服残片 还有这个法轮功这个 有关这个法轮功这个血血这个资料 另外在这个尸体的下部 还有一面法轮功佩戴这个会长 经调查证实 死者分别是49岁的村民李静忠和山西煤炭干部管理学院的学员常浩池 两人都是法轮功练习者中的积极分子 两年前在练功时认识并成为朋友 1999年7月3日下午 常浩池来到李静忠家 第二天凌晨两人失踪 直到7月6日尸体才被发现 据李静忠的家人回忆 常浩池曾对李静忠的儿子说 你父亲已经功成圆满 改成天了 村民们说李静忠原来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 自从迷上了法轮功以后 紧直像换了一个人 成天东跑西颠 家里什么事情也不管了 本来家里打算盖个两层楼 盖了一半 一直搁到现在也没有完工 这一起起人间惨剧的制造者 正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 1998年9月4日 华北油田的退休职工马建民 在家中剖腹自杀 因为李洪志说过 法轮功练习者小腹中有一个法轮 1999年5月22日 吉林省辽原市的李友林上教自杀 因为这一天是农历的4月初八 被法轮功弟子们认定是李洪志的生日 98年2月25日 吴江市的吴德桥用菜刀将其妻子砍死 因为他觉得共同生活多年的妻子是妨碍他修炼的魔 这些希望通过练习法轮功而强健身体的人们 万万不会想到自己强身健体的初衷 居然会演变成一幕幕自己和家人甚至社会的悲剧 中文字幕提供 在这些悲剧不断发生的时候 李洪志还在到处散布着他的歪理邪说 其实我给你东西那天我已经讲了 我给你什么东西 我给你这些东西呀 你练几生都练不出来 你这一生一世根本都练不出来的 我们多少代人才形成了那个法轮 还有叙叙都说那些东西 你几生都练不出来的 带来这么强烈的东西你怎么能得病呢 就讲啊 我说修炼的人啊他不会得病 大家想一想从理论上讲 他也不会得病的 你身体里都是这种高能量物质 非常这个强烈的东西 那个那个病啊 那个东西呀 他上不了你的身 他一来这些工都把他杀死的 一些人正是听见了李洪志这一套歪理邪说 才走上了绝路 那么李洪志鼓励广大练功者 有病不吃药不看病 而他自己在生病时又是怎样做的呢 现在是在吉林省国安厅 那么我身后呢 这桌子上这些单据呢 都是公安人员从李洪志原来所在的单位 长春市粮油公司所查到的会计报销凭证 那这些凭证呢 所有跨的年份从82年到92年 在这里面呢 发现了大量的李洪志曾经看过病 报销的这些证据 单据里面看他去哪些医院看过病呢 那主要是长春的战前医院 208医院 包括战前宽城区的战前医院 208医院 208医院 还有一些那个中医院 还有什么 白星医科大学 说明他去的医院还很多 这不是李静静吗 还有李静静 李静静是他的家属应该是 他的姑娘 就后来叫李美哥的那个女儿是吧 对他中改名 李洪志的签字 这边不也是李洪志签证吗 对不对 现在这些这个报销单据总共能查出了多少来呢 我们上午都服务你 老多一堆呢 很多是吧 很多很多 这位号称早在八岁就练成佛生的李洪志 得病后也要报销医药费 而且一旦得了大病 不仅靠吃药都解决不了问题 还要住院接受手术治疗 1984年 李洪志就在医院做过蓝美切除手术 他当时的情况是1984年的7月8号 早晨7点3人都住的医院 根据病例的记载 它是一个典型的 转移性的这个右下腹的疼痛 帮有恶性恶痛 轻度腹泻这个病人 我们当时入院诊断的是一个急性蓝颜 下午1点钟就对手势做手术了 两点钟就结束了手术 手术当中看起来 确实蓝美有急性炎症 蓝美长10个厘米 直径1.05个厘米 尖端的是1.6个厘米 从小随总 紫红散 又渗出 这个细膜率都随总 就是顺情地进行蓝美切除 手术进行很顺利 其实李洪志生病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 在讲法时他就露过马脚 当时参加过这次讲法的李学才 介绍了自己看到的情况 既然控制不入自己的客户 咳嗽就得给弟子们一个说法 说到有种结构 所以我去讲这些东西 但是呢 你看他说下来 他怕这些学员看出他来 说你什么老师 你什么还有病呢 所有人都咳嗽 他咳嗽 他这边说下来 当时他连接一动 他马上就给你编出一套来 他说下来 所以说今年春节期间 北京的巷孔 我给称的宇宙物质 落下了一些青级物 落到北京巷孔了 所以北京开始就处理这个环境物源 所以我到美国来了 我就到美洲来了 他说到美洲来了 我记得他这个院外 我一把这个又带到家来 带到美国来了 这些青级物 落下来以后 他往我赏着眼转 这是他的院外 往他赏眼转 是吗 那么当时 我现在呢 我这一回忆 当时我就是有看法 我现在我这一回忆的话 你这么个大佛 这个青级物 怎么能够往你赏着眼转 如果说转的话 那么参加会这些人 都应该咳嗽吧 都应该转吧 他怎么当转你呢 是不是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我就叫他 他说是他不得病 是不是 这个我以为就是 从事顺便 既然是凡身 自然就挡不住要生病 李洪志非常清楚这一点 更知道自己该如何进行身体保健 否则讲法实在咳嗽不止 就不好解释了 在他购买的一处商品房中 就发现了大量的药品 和用过的把火罐 由此可见 这位李大师真是害人不悟己 这李洪志他就是一个骗子 他一直就搞这些坑坑拨骗的事情 他自己以审刺去实际上 他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自己宣传叫别人不看病不吃药 他自己又看病不吃药 他自己女儿也看病不吃药 他完全是骗人的 自己有病吗 你去到医院去治疗 这些信服你的这些人 反而不吃药 最后死亡了 从电视了我们也看了很多 从这方面来讲 我们觉得党的及时给他取缔 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 大快人心的事 将来要不取缔的话 还并得害死多少人呢 现在曾经受过李洪志愚弄的人们 终于醒悟过来 他们重新回到科学的轨道上来 开始正视自己的疾病 又来到医院看病求医 刘炳渊是一位退休教师 练法轮功五年了 三年前他的右眼几乎失明 他总认为练法轮功就能治好他的眼病 没想到现在他的左眼也开始模糊了 中央取缔法轮功组织后 他才醒悟过来到医院求医看病 经检查老刘患的是白内障 老刘这回终于看到了希望 而另一个法轮功练习者刘凤林 也回到了医院接受治疗 1993年刘凤林患了糖尿病和假抗 得病后他一直靠输液打针治疗 病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但是在1997年 刘凤林开始迷上了法轮功 那块一百二十来斤最后瘦得七十斤 一直抗 抗抗抗抗最后发开高烧了 连感冒也中感冒了 难受的晚上发高烧 自己也不知道老头子说 你晚上还烧火花了 你这还能下来 再看送了名呀 我现在小夜了 你这一关过不去 下次还要难过呢 当时来的时候呢 他是病情很严重 当时瘦的就是皮包骨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以后呢 他的病逐渐好转 现在呢已经基本恢复了 他得相信科学 相信医院 这是实事这是 相信科学 相信医学 这是许多已经觉悟过来的人们的心声 原法轮功练习者 湖北省实验室的李泰明 得了心脏病之后 曾天天期盼着通过练习法轮功 治好他的心脏病 1999年7月 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实验室政府有关部门 在得知此事后 立即组织医务人员 驱车赶到距离市区 30多公里的李泰明家为他急救 李泰明终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不在灭上了法轮功 听他说法轮功疾病 根本都不走不了什么病 就便宜科学 才能真正的把柄之后 哥哥相信法轮功 走了一段弯漏 而且法轮功没治好他的病 反而差点害死了他 还是靠了党和政府的关心 治好他的病 现在党和政府还在关心着他 我们全家真是感激不幸 回到医院相信科学 这是觉悟过来的法轮功练习者的重新选择 遗憾的是很多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多少人永远失去了健康 多少人不明不白的死去 多少家庭家破人亡 而篇中所列举的案例 只是诸多受害者中的一部分 对于这种利用邪教摧残生命 危害社会的组织 世界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都不能放任不管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的所作所为 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三百条的规定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 蒙骗他人 致人死亡 李洪志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 这种反科学 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组织 是破坏社会稳定的毒瘤 必须予以铲除 与此同时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要警惕李洪志这类人物的出现 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 才能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